那天,我们像往常一样乘坐电车回家 车厢内人不多,但座位上稀稀落落地坐着一些乘客 突然之间的电车急杀,打破了这份宁静 电车突发事故,紧急停运 我们只好下车,重新安排接下来的行程 我们询问了列车员,得知连接停运路段的唯一交通手段,只有公交车 于是,心中虽有些犹豫 但我们在商量后还是选择乘坐公交车 但当时我并不知道,一段奇妙的旅程就此开始 上车后不久,我们两个都睡着了 可是等我在醒来时,却已经在家里的床上了 我焦急地在手机上查找着刚才那班公交车的信息 可经确身边的他,只有零体 而他的本体还留在公交车上 我拉起他出门,走向远方,去寻找他的本体 而他竟正在一点点的,变淡,变得透明 他的本体一定还在公交车上等着,等着车到站 到站,一定会在站牌下,等着我,等着我去,接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